看阿士百年的觀眾問我們 為何不將麗的電視開台時 電視周刊開倉和大家分享 講解當時發生甚麼事 其實我有的 現在大搜查之中 如果我發現有甚麼重決 我就向你求救 我揭回那時搬進廣播到第一期 看看原來整本在講阿士的結構 再揭再揭 突然又見到我三個師兄弟 包括劉偉文、許少雄、郭峰 原來他們跳槽來了麗的 再揭又見到七十年代 麗的很喜歡拍中國名著改編的電視劇 包括七四年十月 那時由徐速原著的《星星月亮太陽》 這三個女主角是誰 就是黃淑儀、李瑩和吳秀芳 《家春秋》這本名著 怎會沒有拍過呢 還拍過兩次 分別就是七四年的三月 那時主演的是劉重仁、徐小明和南洪江雪 後些要去到八月年九月又重拍了 那時主演的是劉志榮、五惠國、叉燒 即是林國雄、陳秀文和李瑩 去到七六年的二月的時候 張愛玲的《半生緣》也都被改編 那時已經是很後 主演的是陳振華、李瑩、劉重仁、黃沙利和歐陽佩山 往後大家知道我已經變成流行拍別的劇種了 今天來探望我們的朋友 你是訓練班出身 你做過很多男主角 但我發覺你變成動作巨星 相信剛才所有的中國名著 你是沒有怎樣拍過的 是嗎?吳藝將 吳藝將還有很多段 這一個你認不認得 我不太認得你們八幾年 吳藝將 具體來說這部電影 吳藝將就交給他 是 八幾年 這個真的忘記了時間 是具體時間 我也忘記了 是甚麼劇集 這個叫王家黨 當時公司轉組 轉組是甚麼意思 轉組是有行政人員入組 即是他們是新人 我們都是舊人 那對你是怎樣 當時我是未出來 即是未正式受公司捧 這部電影之後 就是他們換組之後 就開始抽我出來拍第一部 正式男主角的電影 燒到喺喺合的那是你來的? 是呀 剛剛看身 不是看身來的 是自己燒的 不是嗎? 真的 很年輕 很薄 即是不知道有多危險 但其實都做好安全措施 沒有問題 因為當時他都查好防火槍 有很多穿多件衣服 你說吧 我們都是導演 你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 你小龍的兒子也是這樣死了 不知道意外還是甚麼 沒有 所以有時候要這樣說 我們當然要信任我們的同事 但有時候危險的動作 就是你的家人都很擔驚受怕 那也是 但沒辦法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給人的感覺 就是拍這些動作片為主 變了很多時候 觀眾現在很厲害 希望盡量能夠看到 演員他本身能夠親身上陣 變了出來他覺得是很直接很touch 你明白嗎? 觀眾很有共鳴 我也是喜歡看那個 不過我也是心理不平衡 我也很疼愛演員 因為老老實實說 這是資產 他受了傷半年不能拍戲 你猜是有誰有好處 其實損失很大 是 但你現在 你先跳一跳 你現在在國內多 在國內拍的 是否還是動作片為主 是的 都是以動作為主 例如電腦特技有 實牙、實牙、拳腳功夫也有 哪種多些? 都有 兩種都有 即是不會考起你 時裝也有 時裝也要打幾集 但最近拍完一部 是港救生員 開箭你那裡 港救生員 一個沙灘的 Beech Boy 救生員 一個沙灘的 全國內 在哪裏水景? 因為他的投資老闆 是唐山人 他在唐山附近 有一個島 是全部買下來的 是屬於他的 打造成一個這樣的地點 他是一個 其實他想去宣傳一下 當時他的島 因為他是一個旅遊區 就是這樣 所以製作電影 在那裏拍 即是等於人買了一塊地 在那裏建酒店 在度假區 怎樣都要建屋 拍戲 那部電影有陽光的電影 唯一就是在時裝片裏面 沒有打 有少許 最主要是以救人為主 你做甚麼? 救生員 救生員 我做一個隊長 帶著一班年青的男女演員 又是舊時候 Beewatch 現在是六舊福基的少年 八舊 還六舊 對嗎? 好 好 這些大陸的電視劇生涯 你已經掌握得很好 你到今時今日 退回去看 算不算自己是開荒牛 自己是先行就沒有先 那些 其實都不算是開荒牛 還給我之前的 還有得做 好像我師兄何家徑 很早已經上去了 徐少強 他們一早還給我來 差不多走了上去 我想接近二十年都有 何家徑是會來的 趁他來 你再說說 師兄比對之下 他們那一代如何好 你那天在香港還是大陸師兄? 大陸 他們早上去 早上去 那時大陸也是以我們看 港劇或電影為主 變成他們拍了這麼多 產量電影、電視劇 變成他們早上去 製作人、觀眾 容易接受他們 我想問一下 回去看近時 亞視年代 即你入行的時候 八幾歲? 八二 八二年 訓練班 八二年 同期的同學是哪些? 秋生 丸仔 丸情丹 丸情丹 麥翠閑 麥翠閑 現在應該是退休狀態 剩下 基本上現在是on market的 秋生 丸仔 丸仔 三個人 跟我們說的其他事情 集體回憶 那些年份 說一說 真的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你不要以為要說回我的年代 你在年代都開始 大家都有很多人問 都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請問那些年代裡面 有說電視在做什麼? 無論是外購的還是本地的 我們那個年代都是自己製作 公司TV製作 一晚有多少個橫線劇集 那時候都已經開始 那時候好像是兩線 好像是七點 然後是九點 都是這樣 然後也是綜合性的節目 那時候流行拍幾多十集 是一個劇集 都是二十集 基本都是二十集 長劇都有限 長劇就比較少 不流行 我去到四十或六十 那些很少 三十其實都很問水 都是二十集為先 沒有你份做的 那時候你還記得哪些劇集 真的不記得 沒有份做的 真的 很記得 不是很記得 等一些你近日有沒有記得 有沒有看阿士伯仁這個節目 有 有看過哪些朋友有來過 譬如好像演員有尹天照 尹天照其實是隔了很多年的師弟 其實他是 他只是遲我一屆 那跟大家找到書 還有一次 江華 江華 江華也是 江華不是訓練班 江華後期也進來 後期也進來 但也在阿士做了一段很長時間 才過了旁邊的右台 其他上來的導演李力池 我昨晚還看到他那輯集說 第一部戲 其實是他說的那部 《咸圓豆腐白菜仔》第一部 《藍珠角》 我就是第一部藍珠角 跟葉玉萍一起 那個藍珠角就是你 就是我了 但當時真是一塌糊塗 都不知道什麼叫做 什麼不懂 完全不懂 未畢業面抽出來做 挺矜貴 我很重視任何人 他第一個出現的情境 因為我覺得千金不難買 好 外界而已 問問你 那時候香港的生活是怎樣的 香港 你讀訓練班 我訓練班的時候 我畢業就拿1400元一個月 那時候外界 你說什麼環境 我不知道 1400元一個月 都算是OK 那時候外界 如果做一個普通打工仔 是多少錢工 那時候我想都是千多元 千多元 千多元 那你都拿到千多元 其實是不錯的 是 是 那時候好像不是叫吳藝將 是嗎 是 後來才改了叫吳藝將 那讀訓練班 你是原名 其實我的真名叫做 吳彩藍 彩色的彩 藍方的藍 這個名字是溫文耳雅的 但是不能做動作片舉星 但當時是誰幫我改的 劉天蘭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他們的行政人員轉組 他們進來 他們剛剛要碰一班新人 我說很幸運其中一個 你這個名字可以改改嗎 太女性化了 女性 不彩藍 有彩色的彩性 他提議不去改改 但現在這個名字很適合 不用問也當然是動作巨星 不是巨星即是打的演員 是捉土你的名字 又很適合 這麼多年 各樣得到的角色 都好像很適合吳藝將這個名字做 都是以動作為主 都是以動作為主 是 記不記得當時年份 世界大事 八二年其實香港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年代 是嗎 好像百花齊放 飲食業或娛樂事業 在房地產、金融等方面都不錯 那時候一個年輕人 又怎會猜到 原來將來會用很多錢 最主要那時候 大陸都未開放 都未正式開放 不止 那時候 因為事實上 港人裏面自己一個好日子 經常都覺得有人會把你的東西拿走了 所以那時候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 開始把生意 讓他移到其他地方 放棄了這麼好的自己的工作 竟然要去北美 即是九七 聽到九七要回歸的時候 是的 證明如果他知道 他就不會這樣 如果人會知道 那時候 很難怪當時 大家香港人的心態 因為大家實在不太熟悉 我們國家 當時政策 各方面的東西 亦都很神秘 對不對 變了很多人 真的 所以你真的說到 很多人要離開 為什麼 都明白了解 走到的 有機會走 走不到的 就留在這裏 很多人都想走的 但只不過可能 條件各方面的東西 不允許走 不是這樣 現在大部分時間 都放在北京 最主要是自己可以 一手一腳自己 看回自己在裏面的 工作 因為始終 你都好像告訴我們 不要說好像近時 有人打電話給你 叫你去香港上去 自己要著緊一點 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 都要主動 為什麼現在我長時間 都會留在北京 因為北京是一個 文化重地 變了很多製作公司 很多投資方 都在北京為主 變了我們的機會 必須要在北京拿 變了很多時間 都留在北京 甚至乎現在 都住在北京 當然都是以香港為家 以香港為家 變了做事 放假的時候 才回來香港 現在大部分 國內 就開始像香港近時 七個妹仔 八個妾士 很多人要服侍 因為他們賺到錢 反而我們香港的演員 很多時候 我都聽到他們很自立 覺得也不靠得那麼多經理人 因為很多時候 初初就認為 一定要有好的經理人 自己多些工作機會 但現在我聽到很多朋友 就說 不是 真的要自己身體力行才行 是的 因為我最初上北京的時候 我曾經 找過一間經理公司 合作過 簽過兩年時間 但這兩年時間 都浪費了 因為其實公司做不到什麼 例如找工作 都不是幫到很多手 後來再沒有合作 直到現在 就全部自己去管理 自己去做 有沒有機會是這樣 因為有幾位 都是上來聊天的朋友 他又說 甚至有時候 自己要主動去做創作過程 或者舉一些例子 例如陳婷威 譚耀文 他說不是要去推銷自己 但反而很多時候 要很主動 就開始去籌備一下 一些劇本的創作 即是轉型了 可能有機會 因為你不主動 他們都真是人才之多 他不可以有空想 不如讓你試一下 某個角色 可能要自己 他不是說要銷售自己 如果他想起創作組 或者編劇 大家有一個完善的劇集劇本 連同兩件事 反而有些投資者對他感到高興 其實我差不多記得 這個年代 1995至1996年 我在深圳搞了制度公司 我轉型過 那些什麼年份 1995至1996年 我在深圳有一間制度公司 是搞廣告和接拍 當時就接拍一些Tele Feature 就是以馬來西亞為主的Tele Feature HVD的 我們幫他搞製作 幫他搞製作 那段時間 我有兩三年間 就在深圳 最主要就是搞這件事 那時候都沒有拍戲 開始正式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有少少轉型了 變成那時候開始 那兩三年裏面 雖然是 到最後還是沒有搞了 但是那兩三年 讓我學到很多東西 我認識了製作 即是那時候一直拍戲 不知道 只是拍戲不知道 只是知道幕前的東西 一直不知道幕後的東西 後來那幾年裏面 我學到很多幕後製作的東西 自己又親身拍過一下 又落手落腳拍過一下 又導演 動作指導 那些我都尖手做過 那時候真的學到幕後的東西 後來發展得不好 又回到幕後製作 為甚麼 都是老土說 是否早了一點 市場的氣候未必是 是的 可能時間不配 不是時候 但是真的學到東西 那幾年裏面 我真的學到幕後的東西 後來譬如現在有人在北京 留在北京之後 除了談自己做演員的東西 有時候合作上的東西 譬如製作上的東西 自己都認識一些時候 有時候人家 譬如真的有興趣 想搞製作的 我可以Line-up 或者可以Line-up 或者叫其他導演幫忙來拍 即是如果以港人 比較容易熟知的做法 就是說他有個意念 或者你有個意念 其實你是不困難的 就是我開始去搞劇本 開始去埋班 用埋班 我想人人都明白 無論是導演還是編劇 甚至是演員 一條龍你都有辦法 我跟他先組織 我曾經在深圳那裏 就是這樣 組織過一部 三十集的連續劇 叫甚麼 是《好南卻耕》 即是這個劇本 我自己在香港找編劇 我跟他談編劇 然後上北京 當時已經找到一間投資公司 是報社來的 雜誌社來的 投資 所以當時在深圳 北京飛來飛去 組織好了 已經是人 當時都簽 即不是被簽 但劇本什麼都搞好 當時自己全部 先拿錢出來搞 好了上去談談 合約都簽了 到正式真的要開波的時候 突然之間上年出了事 原來那些錢是 那間報社 報館是有問題的 所以那些錢到最後 離不去 不到位 所以他開不成那部戲 浪費了很多心血的那部戲 嘩 即是 擺下整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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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來說 那麼身心壯健的一個人來說 也有一個必定的過程 挺有趣的 雖然當時是 但我現在說回來 其實都挺享受 原來做製作 那時候蒙蒙茶茶 做演員 什麼都不懂 只是在幕前 但原來幕後 挺好玩的 他挺有滿足感 整個從零至到一百的時候 你做了出來的時候 整個人的感覺 不是錢的問題 原來真的有滿足感 所以剛才說 是否真的早感一點 當然也不是那麼嚴重 早三年 其實祖國的崛起 令媒體上 也算是有資金一點 雖然我們經常聽到很多故事 有些都是為了某些目的 他想拍一種類型的東西 他為了想宣傳某一些 他自己的生意 或者想自己比較親近的人 可以有機會 不要緊 全世界其實都有這種情形 都有的 但總好過在一個國家 一路慢慢地攝低沉 沒錯 我誠邀你 都拉你那一票 因為你始終在國內發展 我經常勸香港人 我說你不用多看 你看台灣就是 台灣曾幾何時低沉的日子 政府給了錢去鼓勵別人拍電影 都拍不到什麼出來 觀眾一不看的時候 他都叫情意勢 不看你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他的心 難得現在祖國裡面 始終他都是有資金 只要大家摸透了 大家怎樣磨合到好的合作方式 好像你這樣 你一會兒還可以多說些給我們聽 怎樣可以掌握得好些 始終大家當然 有些什麼需要大家現在知道 看的都知道 都不要說做 我想我們現在想去 香港的中港合資 有這麼多的中港合拍電影 這麼多 最主要一來現在 是借助上面的資金為主 自從我們97年回歸之前 很多金融風暴 各方面 很多已經大財團 香港的大財卷已經走 沒有了很多 香港資金的人拍電影 也不是很多 變成北移之後 就靠他們那些所謂的資金 而我們就是技術 當然他們上面也有他們的技術 只不過技術方面 跟我們香港的正所謂的商業技術 是不同的 我覺得 因為我們真的會很商業 在香港 還有我們 我們懂得是 Time is money 時間就是金錢 我們可以 推動到一樣 讓他們知道 原來我們拍電影的速度 可以這麼快 當然這件不是好事 當然這件不是好事 我都不鼓吹 但是給他們 原來感覺到 我可以 譬如拍一個20集 不要說電影 拍一個20集 兩個月裡面可以完成 我可以省很多錢 或者兩個半月完成 省很多錢 我們的製作人有這個技術 他們上面做不到這件事 所以再加上他們的資金 我們的技術 我想互相大家的磨合 就是在這方面 希望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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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大家的生機會越來越多 大家會越來越適應 但是你說你有時間都會關心你的原居地 如果這個原居地裡面 它的製作 開始有些新的工作方式 我不是說意念 意念應該每一秒都要有新才對 不是好像突然間說有就有 你會不會都考慮放多些時間在香港 是嗎 會的 尤其是亞視 說真的我是很重感情的人 所以我 譬如今次這樣的節目 和之前爆姐 他們也有一個節目 說回以前亞視 曾經發生過什麼大事 是的 我第一時間都會回來 我說OK 沒問題 我有時間 本來之前我已經回來 但是剛剛在拍攝 沒有空 我說下次吧 監製下次我再抽時間回來 變成如果 亞視將來有機會再去搞劇 如果真的用得上岸不是張的 其實我真的 一定會隨時回來 抽身回來做 還有你剛才所說 香港我始終是香港人 不要說香港人 我們是中國的香港人 如果我真的可以繼續在香港做 我當然想在香港做 我為什麼其實我要回大陸做 是有我的原因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市場 首先要說我要生活 最大前提我要生活 我要養妻活兒 我要生活 我可以繼續我的工作 我可以繼續我的理想 這裏不能給我 我還未做事 但是情意結 我根本不會忘記 亞視隨時叫我回來 知道我會拍攝 我一定會回來幫忙 那這裏是你的母校 絕對是 為何讓我拿去 會托 這裏是大陸 此電童 穿路 架太偶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